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在村子口看到有白布条 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那这个是因为最近政府很积极的 把当大领导这个地方做一个保护局 可是之后规划这个保护局的时候 可能我们对我们这边的村民有很大的不方便 因为可能也限制我们进到我们以前旧遗址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前不是在这边 我们以前就是在中央山脉 那假如说这个要做保护局的话 变成我们这边的人不能随便进进去住 被限制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团长 举行部落面对面谈这个事情 这个白布条就是这样的意义了 谁会过来政府机关谁会过来 今天是圆明会这边 还有台大的王颖教授会过来 其他的我是不清楚 可能会很多人过来 是你们去邀请他们过来吗 还是他们自己知道过来的 他们对这个事情也蛮关心的 也需要跟我们面对面交通 所以他们要静止过来 看我们这边的意思是怎样 那他们如果晚上来就看不到这个环境了 因为可能最主要的人物了 灵物局了 我们南斗灵馆处了 都有了 都有了 那请问一下 那你们的期望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们希望达到的 我们现在的目的说 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由我们来当主人来管理这条路线 那是不是也配合政府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希望说由我们来主导 不是灵物局在接入这个事情 那看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沟通 这样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原住民可以进出 那平地人不能进出 或者说要申请 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这样的规定 他是全部不能进出吗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丰富 动物很多 而且也有一个观光景点 七彩湖 我们想说 以后是不是由我们来做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自己处理 自己带游客上去 包括很多汶钱 我们想说 这个以后可以开发的话 可以开放给我们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工作机会来做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一路上看到很多的摊坊 摊坊 那你知道这个摊坊是最近发生的 还是一直以来就有在摊坊 每次台风 季节 这个路况都是很危险的路线 每次台风都是这样摊坊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该先 就设施的 现在先处理 崩搭的 它就直接处理 我看到有很多槟榔树 有没有可能是种槟榔树造成的 因为浅根的植物造成的摊坊 这个是怎么讲 因为有的不是在槟榔树 也是在崩搭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槟榔树 整座山崩下来 这个跟那个槟榔树没有关系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河砖地 土石流很大量下来的 都是从那个921地震过后就变形了 整个山就算很多树林 它还是会崩下来 现在可能政府误会说 是不是整个冰冷了 才有这样的状况 我感觉到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问题 那你身为原住民 你对山很了解 那你觉得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崩搭的 对 崩搭 这个崩搭 沿路上很多崩塌 你认为是怎么样造成的 这个都是雨量 现在雨量一下就过多 量下了很大 而且我刚刚说 从921地震之后 它整个地形就变了 整个都变了 像很多地方不是人在那边坐的 那个蛮厉害的 蛮严重 不是人在 不是人在做什么 不是人在那边坐 那个整个都崩下来 是是是 好的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 拜拜